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的线上直播 张医师除了给各地解答疑问以外 在讲热能 那我们请张医师开始 今天我发现还是很多人 就是有一些提问 然后也有少部分人是分享的 表示上个礼拜在讲新冠病毒疫苗的部分 很多人是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厘清的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上个礼拜讲的主题 影响身体之言 那我们请主持人来主持一下 把这些问题一一理清 2021年5月2号 张医师献上教学提问及答疑 提问一 乳癌患者提问 一 乳房肿瘤一定会爆开吗 二 有乳房肿瘤没有爆开 事后已经痊愈的案例吗 患者在生活中确实有努力配合原始点条理 体力大幅改善 每周两次来推光点 大便出血情形已改善 又被痛已改善 乳房周围肿瘤有几个较大的微硬肿块 已都变软且缩小二分之一 体力也变得很好 但心里有些忧虑 担心乳房会爆掉 担心会不会转移他处 担心是否有没爆掉的成功案例可参考 先生虽然都有陪同与学习及协助 家里六位小孩都希望他去洗衣开刀 医院也一直叫他赶快去开刀 心里一直有些质疑 才会提出问题 志工都以针对问题解说明 只是学员想请张医师解说 好 这一个问题 第一个他提出乳房肿瘤一定会爆开吗 一般如果有硬结肿块的情况下 然后你去在硬结肿块的下沿周围 找到压痛点去按推 他慢慢会肿胀 甚至会爆开 那这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不是有没有爆掉 这个我就不 我没有看过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有没有爆掉 我认为还不是重点 我之所以会讲一定会爆掉 因为我看到的大部分都爆掉 就是从硬结肿块按 然后肿胀爆裂 然后流出血液来 然后流出血液来组织液来 那为什么会提醒这一点呢 重点就是让大家不再害怕 知道这个是体伤修复过程中 一个必难会经过的过程 是属正常恶化现象 所以不需要担心 那如果说没有爆 然后他也变软了 也变小了 那这个也是好转的一个现象 因为如果没有硬结肿块已经变软了 那代表好啊 而且肿瘤又缩小 那如果这样看来 那这个没有爆掉 也没有什么事啊 不一定要等待他爆开 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那不过这两个问题的一个共同处 都是在问这些肿瘤的一个变化 也就是比较属于果的层次 我们原始点有说阴檐果嘛 那都比较强调在果上 也就是肿瘤的变化 那这样在果上 当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看下一页 譬如他 这里他有提的 他的肿瘤也 那个已经变软 而且已经缩小 体力也变好 那这个就是好转 很明显 所以没有爆开也无所谓 就不要再去想 会不会爆开的问题 我是这么建议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他家里的孩子 跟他意见有不合 就是他们孩子还是希望 去医院开刀 那这个我可以提出就是 我个人也经历过 譬如说我太太 也是因为乳癌嘛 那时候摸也有硬结肿块 那时候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处理 那时候也没有原始点 那只好我接受新医处理了 所以开了两次刀 总共他有开三次刀了 那前两次就是第一个把乳房整个缺除 第二次再进一步把淋巴周围再挖干净 西医说这样为确保这个肿瘤能够挖干净 那这样事后再来调理就比较没问题 但我们都做了 很不幸的 挖到这么干净 而且经过两次手术 我太太已经体力大幅下降 那时候因为也没有原始点的概念 也不知道体力下降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那结果不到半年再去检查的时候 我太太不但从割干净的地方再长出来 而且又远处转移到骨头 所以事实上当时候西医 很明确的跟我们讲已经挖干净了 而且手术是几个小时 那个在开刀室我是等待焦虑了好几个小时 那我太太那时候出来也已经奄奄一喜 好像就是不大能表达 但是我发现他有一个小动作 就是表达出忍 就是这个从口中很微弱的声音 我听到一个人 我赶紧去用探照灯还有棉被帮他盖 久久他才恢复 那恢复这个孩子 大家都以为他割干净就不会再长 事实上跟大家想的不是一样 所以这里又要回到我们的重点来 我说如果你暗软了也变消了 是不是已经完全好不见得 你还要再进一步去把它周围 那个患处在周围找找看有没有压痛点 如果有那这时候的好还没有完全全 因为他阴还在啊 那个压痛点在那就代表体伤还在 也就是他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状态 依然还是有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盐再来 那阴已经在 我们用原始点的阴盐果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只要盐 这个盐可能是情绪也好 也可能是体力进一步恶化 那热能也严重不足 就会造成他体伤进一步恶化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果一定会出现 好 那所以重点不再割 要不要去割 你割了 第一个你要考虑的 就是那个体伤还在不在 如果他能够挖到干净 你也摸了周围都没有痛点 那这个用原始点来诊断 这个才有意义 但这种情形外面的人很少知道 我就举我的鼻子为例 我那时候鼻尖长出这个坠肉 已经有十年了 结果有了原始点最后 我说后来了解 一定要从换处去按 然后也鼻尖按下去确实有痛点 那慢慢的这个坠肉啊 坠油就慢慢肿胀 然后最后鼻尖就真的 肿胀之后就开始流出血液来 这样连续流了五天 那最后整个鼻尖也 这个十年的坠油也真的是 完全就是消失了 但是在隔一年之后我发现 我的鼻尖再按还有痛点 那我就知道 我的我当修得好 还是留有一些没有全部干净 所以我在 虽然它还没有长出来 但我已经摸到有里面有硬块 我再开始按 那按一按 结果鼻尖又肿胀 又流一点血来 那经过这一次在修复之后 我最近在摸就没有这个 就是痛点 也就是压痛点或硬结肿块 都没有了 那这时候我就确定 这个我的鼻尖 不会再长出来 那同样的肿瘤也是这样 你如果有些人按一按 现在消了 但它那个硬 压痛点还在 也就是体伤还在 那你先别高兴 很有可能再长出来 同样你手术也是一样 但问题就是 你这样按 没有什么副作用 但手术很伤人的 你进去 要打麻醉剂 然后在很冷的冷气室里面 整个衣服是被剥光的 然后手术刀就在你身体上划来划去 这些几个小时下来你整个的体质一般都已经严重破坏了 以后出来再调理都要花一段时间 如果你又不懂得调理 很可能身体就垮下去了 那这样来看 重点还不在意你肿瘤 这个乳房的肿瘤有没有消 重点是在意你那个压痛点有没有找出来 而且这个压痛点的体伤 你有没有真正的彻底解决 这个才是因 那在解决的过程中 到底有没有破 如果你了解 所有的病一定要从因下手 重点再把那个因解决了 才是一劳永逸 如果了解了 那抱与不抱就不是重点了 而且孩子叫你要不要开刀 也不是问题的 因为开不开刀 到最后会不会再长出来 都跟那个压痛点有关 所以原始点一路做下来 已经很明确的了解 所有疾病皆因体相及热能不足 这一句话绝对是真理 这才是真正的因 这个因如果没有解决 你一直在讨论这个乳房的变化 或是要不要手术 或用原始点 那个意义就不大了 好 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 提问二 请问张医师 比如痣疮导致出血 甚至脱缸也有几十年了 请问老师该如何处理呢 可以灌肠吗 真的很明显绝对可以灌肠 而且又脱缸 那我们的灌肠的目的 不是要青树变 青肠道啊 东树变 这个不是这样 我们的灌肠目的把姜灌进去就是要让热源直达患处体伤 那很明显它有时候会脱缸又有痔疮 那会掉下来表示里面的热源也不够 一定有热能不足的问题 还有体伤的问题 那绝对可以灌 也就是这时候灌肠是蛮适合的时机 好 那灌肠有分就是姜汤 融姜汤灌肠还有姜粉姜粉那应该如何选用 因为他这里有说他的痔疮导致出血 一般我们前面刚好有讲过 也就是如果有创口的话最好就是以姜汤为主 姜汤去清洗 那灌肠也可以考虑适用姜汤 那如果没有出血只是痔疮 也许表层也没有破掉也没有出血 那甚至肛门痒这些 那如果这样甚至涂个姜粉 因为它是在肛门口 也没有在里面 那只是在肛门口的一个痔疮 你就可以涂姜粉就可以了 好 我回答到这里 提问三 香港陈小姐分享用原始点的方法 清除多年耳垢 74岁的妈妈右边耳朵内 有十多年的耳垢 门诊医生建议每日滴两次 他们给予的橄榄油 联系滴七天后 到门诊的诊所洗耳 但是医生清理不到耳垢 随后医生只好写纸 转去耳鼻喉砖 医生提及 砖科的清理方法 有可能会弄穿妈妈的耳膜 所以妈妈真的很担心 不想用他们的方法 我联络香港原始点中心 他们回复可以尝试用原始点的方法 在本年的年初 我用原始点的方法帮妈妈 做了约三天 耳垢已经清除了 而且在1月15日 我和她到听力中心检查耳朵后 确定诱饵的多年耳垢 完全清理干净 而且妈妈多年的耳痕痒也没有了 分享过程中的操作细节 即附上两张妈妈在耳内冲触的耳鼓照片 1. 每天按推妈妈耳朵后面 头部 颈部原始点3次 2. 按推后 她的头部向右侧 用枕头 垫头部 我轻力地向上 抽起着她的耳壳 滴姜水 约3滴 令姜水 顺利进入耳内 头部扔右侧 等候约2分钟 等候时 我按摩她的耳朵周围的位置 即耳孔前的面部位置 耳背部等 当她起来时 有时会流出一些吸收不到的姜水 每天滴姜水进入耳朵的步骤 做3次 3. 用暖包温敷耳朵后面 头部原始点约12小时 晚上 她会睡在暖垫上 4. 她避免吃较凉的食物 每天饮姜水 保持心情开朗 做适量的运动 5. 第二天 我用电筒 照入妈妈的耳内 看到她的耳道较浅的位置 已经有一些耳垢 胀大 我小心 先初步清理 使用30毫升的 暖的淡浆水 放入注射器 让她以坐姿 的姿势 用一个胶杯 放在耳垂下方 我用轻的力度 向外抽起 她的耳中间位置的耳壳 将暖的淡浆水 在耳道外围的不同位置 不可直接向耳道中间 位置注入 用一些轻力度 注入约10毫升淡浆水冲洗 问妈妈的耳朵 是否会感觉痛 我使用的力度 是非常小心 在另一个位置 再注入淡浆水冲洗 同时 我会留意耳垢 有否流出 大约冲洗了三次 即共用90毫升暖的淡浆水 附上1月6日 初次冲出耳垢的照片 因为已经有部分耳垢 已冲出 之后轻力地向上 抽起着她的耳壳 滴入3D浆水 让浆水可以进入耳内 较深的位置 头部右侧等候约2分钟 等候时 我按摩她的耳朵周围的位置 即耳孔前面的面部位置 耳背部等 2021年1月6日 第二天 耳内抬出部分耳垢 六 第四天的晚上 再次用注射器 注入淡浆水 进入耳内冲洗 同时 我会留意耳垢 有否流出 大约冲洗了四次 即共用120毫升暖的淡浆水 她的耳垢陆续地全部流出来 附上1月8日 最后一次冲出的耳垢相片 2021年1月8日 第四天 耳内抬出最后的耳垢 补充注意事项 一 一定使用有机浆包浆水 来滴耳 冲耳即饮用 二 使用注射器时 切勿将注射器的嘴 放入耳道内 或直接向耳道中间位置 充暖的淡浆水 进入耳朵 位置应该在耳孔的外围 建议使用侧水的 30毫升注射器 三 注射浆水入耳后 切勿不可以 用太大的力度 喷出浆水 每次缓缓喷入 约10毫升浆水 过程中 一定要问对方 是否感觉到痛 如果对方出现耳痛 一定要停止 再次感谢 感恩 张医师 我们来看这一个 他们提供的 应该是分享 也不是提问 我发现做得很好 那我们在16版 有教大家用农浆汤 滴耳朵 而他是用这个方法 那但是他用得非常细腻 所以我也是看了之后 非常赞叹 我觉得即便 我是不是能够像他那么细心 我还不见得 而且他 几乎 就是花了三四天 每一天都有三次来做 那 让浆汤进去好处跟 当休他的感染有差别在 姜汤是温热的 感染油是极寒的 两者最后的结果也会是不一样 那我想他写得那么仔细 我就不用再补充了 而且他感恩我还要感恩他 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只是说滴耳 把姜汤滴进耳朵 但他能够把这几句话 发挥到淋漓尽致 我看了这样的案例 我还学到了一些 所以真的 这一个案例非常好 那也提供以后大家遇到的时候 也可以如法抛制 那在最新最后一版 将来应该很快会出来 那出来我们低耳朵的 我这一版就没有附上去了 所以也有遗珠之汉 不过以后这个案例 应该是蛮值得大家参考 好 那他的分享 因为写得蛮仔细 我们就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我们再来看下面 提问四 学员 志工 接种疫苗分享 一 接种疫苗 每天都有新鲜事 话说美国三疫苗 Pfizer Moderna 以及Johnson & Johnson 说强生疫苗又是 本来只打一剂 说准备要出两剂 后来因为引发血栓 而被FDA停用 然后Pfizer又说两剂的配方 又准备要出第三剂 不过还是抵不过南非 及英国变异 疫苗需要每年施打财客 今天又说 Pfizer在波兰跟墨西哥都出现假疫苗 每天的news真是无奇不有 二 我有一个提问 不知为何新冠疫苗一般年纪大的 年长的打了以后 反而没有什么不舒服反应 我只是觉得像疫苗这么罕的东西 进入人体 应该年纪大的 年长的反应应该会比年纪轻的人 大些才对 但我旁边八十五六岁以上的人 都没有反应 没有觉得不舒服 三 我儿子三十二岁 两针都有点反应 我则只有打针处 有一点肌肉酸痛症状 有点疲惫的感觉而已 有人说 有反应比较好 Moderna比Pfizer反应强多了 尤其是第二针 我都有在喝姜汤 儿子不喜欢姜 我也没办法强迫他喝 或是吃姜 不知道怎么说服他吃姜 上个月十八号 参加三十四岁未婚 过胖二十到二十五磅 一位很优秀男同事的Misa 他在一月十五号 被在小学做助教的弟弟传染 全家父母和三兄弟都得COVID-19 爸爸六十多 和他一月十八病重 急诊住在ICU 爸爸一直到四月十号才能出院 他高烧三四天 一月十八发烧成为肺炎 送急诊用呼吸器 二月七号病逝 太年轻 就死于COVID-19 爸爸在ICU快两个半月 无法参加葬礼仪式 另外两位男同事 五十三六十岁 平常体重正常 都会自己做饭 六十岁已经三年吃素 十一天就恢复正常 五十三岁的 一直有凯瑞尔 Hospital团队在密切留意他的每日状况 高烧二度回来 怕有血栓风险 有用川普总统的药三四种 三个星期也恢复正常 四 我的朋友父亲今年八十岁 施打疫苗之后 二十小时内出现全身麻痹 送医不治 五 我的同事施打疫苗之后 立即出现流产现象 这里大部分就是听完上个礼拜 这个我们在谈疫苗 那很多人就把他周围的一些事情 也提出来来分享 还有一些新闻报道 那当然我也有看到一些疫苗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国家打的疫苗 他们觉得很好 他也有些国家打了疫苗之后 好像病情也没有控制住 而且好像病情还在继续发展 我就不许是哪个国家 就是大概我看的新闻就是这样 那有人在探讨是不是不同品牌 才造成的 那这些说法都蛮多的啦 那 那质疑那个也有说打疫苗会引起血栓的而被停用的 这个台湾也有听到 那这些传来传继的消息因为现在蛮多的 大家看就好 最主要还是一个就是打疫苗这个是 为什么会有些人会有症状 有些人没有症状 那这个道理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 如果一般这个跟年龄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而是跟他有没有体伤有关 如果他本来头部就有体伤或上背部 或是其他的地方有体伤 那你打下去热能再进一步消耗体伤加重 那这时候就会产生症状 所以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体弱者 也就是我们说重病患者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出现的 这种患者一定要避开接种疫苗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上个礼拜也有提到 我亲眼就看到体弱者一打 马上就快休克了 如果我没有在 我相信应该是救不回来 那时候赶快知道他体伤还有热能不足 赶快急救 所以最后才化险为夷 那至于也有人因为打而死掉 那个我相信应该是体弱者 就是我说的年轻也会 年轻也会年老也会 所以体弱者不一定只是现瘾 年纪大 那每个人的恢复期一般得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像得了 你即便没有打 那在西医的理论说 你也会产生抗体 那这个抗体到底人多久 有些打疫苗有些说可能一年又要打一次 或是以后还有新的病毒出现 那你还是要打 这些都是西医的理论 那得了之后 也可以产生抗体 也就即便没有打疫苗 那你已经得到也可以产生抗体 西医也有这样的说法 那打了疫苗就好像让你感冒一次 你就有抗体 也有好像味道都是一样 但问题来了 刚刚已经讲了 这些打疫苗 有些情况很好 有些国家还是病情没有控制住 所以现在来说 这个疫苗到底是好还是坏 现在大家还在评估中 应该是这样说 那从整体来看 我认为 其实一个病毒会搞到这么复杂 你看全球死那么多人 然后包括现在印度 情况还正在发展中 而且听说累积已经有几十万 每分钟大概就会有一两个 一个人到两个人死亡吧 好像是这样 这些听起来都蛮恐怖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流感本来也没有什么 在我看法不是特别严重的事 你只要懂得去找大概官 也就是有体伤的位置去把它解决 然后又懂得用热源 你平常生活就这样用了 那没有得到你就可以预防 因为你体伤跟这热能都补足了 也就是中医讲的正气阻折 邪不可干嘛 那你有了之后 你即便有这些传染 跟人家万一不幸 人家好像你也碰到了这些传染者 你就会避开那个症状 为什么 因为你因已经改善 他有炎没有因 你是不会有症状的 那如果万一你没有这样做 那事后有症状 那还是要按推嘛 还是要按推头部跟上背部 这样也可以达到预防 治疗的作用 那有了就达到治疗 就是你按推了 那这些症状一般 以原始点如果使用得当 像上次我们有分享的四个案例 一般第一个礼拜下来 就整个稳定了 那即便有的症状 已经不会造成患者的恐惧或压力 那些都已经进入尾身了 一般到两个礼拜应该也可以痊愈 除非你体力很差 才会拖到两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像刚刚分享的一个儿子 年轻的三十四岁反而走了 那老爸也在ICU待了将近两个多月 这两个多月都不会好 理由很简单 因为西医没有体伤跟热能不足的概念 没有疾病之因 而且所用的药都是寒凉 那寒凉会更加危险 你那时候体力一般到中期来的时候 因为早期你没有控制 到了肺部呼吸又困难 那体力进一步衰退的时候 那在我们原始点来判断 已经到命危了 那你命危又用寒凉 那时候我们是禁止用寒凉 那这些包括点滴也好 或是那些类固醇的药也好 都是含良药 那只会加重患者的病情 对疾病应该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所以才会这一次全球死了那么多 我认为最主要还是跟这个西医的医疗 不完善有关 而且印度这一次整个医疗也崩溃了 因为患者实在太多 那大家也在谈论这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的分享 我看一看这些确实有一些不幸的产生 还有这些疫苗的一些种种事情 那这些我大概就综合回答到这里 我们看下面 提问5 这次印度新冠疫情严重 已超过40万人确诊 近3500人死亡 印度医疗系统已不堪负荷 很多民众找不到呼吸机和病床 有能力的人会去买一个氧气瓶 帮亲人保持呼吸 有钱的人 雇用护士和网络咨询医生 我是新德里的居民 现在美国南湾工作 我的家人 亲朋好友都在印度 我们的心与印度人民同在 想请教张医师 可否设计一套紧急救助新冠患者的处理方法 及操作步骤 因为现在叫他们听理论 或详细听影响身体支援的理论 有点来不及了 紧急救助新冠患者的操作方法 最好也能翻译成英文 感恩您 这个问题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看死了那么多 那原始点不就是要救这些人吗 所以我是蛮有感触的 那大家你看得了 已经有些得到之后 那刚开始其实情况不会严重 一般得到的时候 因为体力还有 那顶多就是可能有一些疲惫 然后甚至鼻子 有一些不知嗅觉 会失去嗅觉 那嘴巴也会有一点异味 类似这样 甚至失去味觉都有可能 那甚至会流鼻水 会头痛 这个都还在头部 或是咽痛 喉咙痛这些 但如果再进一步进到肺部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情况更严重 比如刚开始可能胸闷 胸痛 那进一步的时候就呼吸困难 那到了呼吸困难的时候 一般人在西医室从果解症 因为他不知道因在哪里 那氧气罩跟呼吸机 那个都是暂时性 从果暂时缓解你的症状 但对你的疾病之因 帮助不大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与原始点应该怎么救 不是再去 现在我看大家都 因为听见西医了 那我认为西医之所以 这一次医疗会死那么多人 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 在我看法 氧气机跟呼吸机跟氧气 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个是缓解症状 但你要真正从因治病 也就是一劳永逸 那一定要从体香跟热能不足下手 好简单的讲 一般会失去生命到命尾 一定跟呼吸有关 也就是可能呼吸困难 急促这些现象已经出现 所以急救最重要的是 先按推向背部 也就是当你遇到 有呼吸困难的时候 遇到有这种新冠病毒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不是初期了 我们说初期是 刚开始可能鼻塞或喉咙痛 或稍微发烧 这个 然后记得还是要手腕的力量 你们看我手腕一定在动 那这样就表示比较轻巧 然后也可以揉到深层 然后我这样你能接受吧 勉强哦 你这忍耐我 我知道了 那我就改个手法 还是要与患者能接受 患者人很虚的 记得一定要有耐心 刚开始一定是浅层 这样跟他把它揉开之后 然后他慢慢这里松了 有时候你就可以用力了 他就能承受 那刚开始不要下重力 记得哦 不管他处体伤 以他的做法 我还是认为应该 照重病这样处理 因为他已经很虚了 那电热吹风机吹 吹了 这里整个被兜的 浮浆粉整个涂 这个是急救 也就是我们遇到的一般 不会是出疹的患者 一般都已经蛮严重 我说出疹的 你大概就是喷个 你自己如果说感染 你又懂原始点 你自己喷一喷 比如说喷鼻子啊 或是喷喉咙 那不管发烧咽喉痛 或头痛 这样都会有效 但如果我刚刚讲的 已经到了呼吸困难 急促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命危的时候 一定要先从上背部解决 那上背部最重要的就是 要按推脊椎两侧 上背部的脊椎两侧 你按完的时候 他呼吸就会顺畅 而且是立刻 比氧气灶 这些还要坏 而且又是根本性的治疗 那为什么他会传 就是体伤啊 体伤就在上背部 那你一直 用氧气来提供他 那个体伤未必能解开啊 那我们是直接从阴下手 一解开了 他就没有呼吸困难的问题 那按推完之后 进一步再用 比如说眼红外线 照射或电热器照射 然后也要涂姜粉泥 一边照射 皮肤热的时候涂姜粉泥 那大面积涂 我们看有没有这样的影片 来补充一下 这个影片也示范给大家看 是大面积不要只有涂 脊椎两侧 是整个上背部都要涂 这个影片很好 他也有拍电热器 或是眼红外线照射的 那整个背部就会发热 这样下来之后 他整个呼吸一定立刻顺畅 顺畅了也不再喘了 还要记得保鲜膜包扎 那保鲜膜如果患者容易流汗 保鲜膜里面还要放 厨房用餐纸巾 里面的细节就是我们重病处理的 一边照一边涂姜粉泥 来回三遍 三遍完 然后用保鲜膜 所以你遇到这样的患者 如果你一开始在外地遇到 他已经很喘了 你也没有眼红外线 也没有电热器 第一个先立刻用我们的工具 也就是手 去按推他的脊椎两侧 上背部 一按完他立刻就可以缓解 那这时候赶紧教他一些方法 就是用回去要用电热器或是 那如果在家里有了 那最好就是直接这样用 那姜粉泥也是蛮重要 那我相信 也许很多家庭 一开始慌的时候还没有 那没有没有关系 也是一先照 照电热器 那只要有温敷又有按推 很多命危的情况下立刻就可以缓解 那刚刚那些是标准的影片 也就是这样做 然后再用保鲜膜包扎 那保鲜膜包扎如果还不够还可以再用红豆袋 温敷或是眼红外线再照射 这样就随时就可以补充热源 那这样等呼吸解决了 那再来进一步再观察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症状 比如如果他还有头痛或是喉咙痛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喷鼻 将我们喷鼻或是然后按推头部原始点 那记得喷鼻的时候患者如果很虚的时候 那个量不宜太大 一定要很少量要控制好 那很少量喷鼻的时候要叫患者避气 避气喷进去的时候刚开始不要用鼻子 我怕很多患者怕太呛会呛到 先用嘴巴呼吸 呼吸个一两分钟 鼻子已经适应了那个姜粉 而且鼻腔里面的姜粉 自然他已经附着在上面了 就不容易呛到 这时候你慢慢就可以归呼呼吸了 那这样很快整个情况症状也可以改善 那记得头部原始点一定要按 头部就是耳后有四点 还有整骨下延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按推的影片 老师现在线上没有 最主要这个因为上次都这些都有讲过 那我们事后再请Luna她们来补拍一些 让刚刚她说的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用短片来赶快救这些人 有啊现在这个方法都最快最简单 也就是刚刚放的尤其到呼吸困难的时候才会死人 那急救的时候就是刚刚这些动作最重要 就是上肺部她如果没有床 你坐着也能坐啊 那如果有床那更好做可以侧卧或是趴着看患者 什么动作最适合 那我们是不是要用拳头法 甚至还可以用到手肘就看情况 她记得要由轻而重 那这样上肺部解决了 其实就不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然后再懂得热源进去 我们说有热人则生嘛 无热人则亡 热源进去之后 他就可以被吸收 那我们整个身体的运作就可以恢复 那这样再急救 可以救很多人啊 现在我想在听的人应该蛮多的 全球应该听的人蛮多 我的建议 如果周遭朋友遇到这种紧急困难 不用担心 就照我 因为这里都没有什么侵入性啊 刚刚涂姜粉泥也好 还有按上背部也好 这些动作都蛮简单 脊椎旁开一直宽 你也可以用顽骨 也可以用 拇指指腹稍微按 这个也可以 甚至力道大一点也可以用到手肘 那就是看患者能否承受 然后你去用适当的工具 然后按了 他缓解了 立刻 用电热器 温敷还有配合姜粉泥 没有姜粉泥就直接用电热器 这样也可以很快缓解 电热器我相信每个家里都一定有 那按推因为工具都长在你身上 也不怕没有 所以光这样上背部你解决了 他就可以稳定下来 那其余的头部再帮他按一按 然后也是这样温敷 我相信很多情况都能够立刻反转 就是重回健康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交代患者 避免寒凉包括吃的 那这我们在医疗与保健也讲的蛮多 我就不再重复 也就是这些理论部分 就像提问者说的 有没有最快的方法 也不要讲那么多理论 好最快就是从上背部下手 上背部按完温敷 让他症状稳定了 头部也是如法抛制 那这样整个症状就稳定了 好那这个影片将来我看很快 那如果各地方遇到这样而不会做 没关系就打到各地方的负责点 去请教他们比如欧美国家 或是美加地区这些 可以找像美国基金会啊 他们他们就可以提供 甚至有必要还可以寄姜粉给各位 就是在紧急情况下 我们基金会也愿意这样做 就是如果有遇到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基金会来帮忙的 我们都愿意 还有这些我们来听课的 我们那包括大陆也有一些公益点 这些公告点 我相信紧急的情况下 如果需要姜粉 需要他们记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帮忙记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 提问六 请问张医师 在印度发生的疫情 肯定会传播到世界各地 印度是很大的侨民群体 即便实施旅行禁令和关闭国界 也有困难防堵 还是有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国家 就像新冠病毒最初在中国武汉发现 现在已无处不在 可见这场大流行教会我们 一个国家出问题 也是全球的问题 原始点要解决全人类的病苦 此刻当下 我们有什么因应措施 这个还是一句话 就是现在因应的措施 我刚刚也提了 基金会各个公益点应该要发挥人逆即逆 人机即机的心情去帮助大家 把大家都当作一家人 那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尽量来提供 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影片 短片赶快拍成 然后让你们可以download 然后如果家人 比如说你们在印度 遇到了这种情况下 赶快把这个短片 传到你熟悉的朋友或家人 让他们知道 怎么赶快懂得按推 还有怎么样来温敷 那这样他的病情已经缓解大半了 这个是最急的 那如果姜粉没有 就是找各个公益点 那我希望各个公益点 这时候应该要 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希望如果这样 然后包括你们听的人 如果也能够发挥这样的心情 真的可以救很多人 只要周遭的人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不懂就叫他上网看 看最近这个急救的影片 对新冠病毒的这些影片 那如果还有什么不懂 真的还看不懂 或是也没有时间看 也可以直接打到基金会 美国的基金会 或是大陆也有很多公益点 甚至东南亚也有一些公益点 那他们接到都会教你怎么来做 那这个是比较紧急的因应措施啦 但从整个根本性来看 因为大家也看一场流感 竟然把全世界造成这么大的生活的改变 还有人命死了那么多 然后民众的恐慌 好像与日记争 尤其在印度 很多是无助的 看得出来 那这个一流行 好像一定是全球 如果它是好 我们说它是一个必然会这样 其实是可以避免 因为如果防护措施 我们说 也这些恶言啊 病毒之言 我们是可以避开的 避开的方法 我认为之前也讲了很多 其实不是要封城 也不是说要禁止大家出门 应该不是这样的概念 而是我们该戴口罩就尽量戴口罩 尽量如果说您已经听到 因为现在讯息都很充分 只要一上网 大概就知道全球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像台湾最近桃园那个机师的问题 还有饭店也出了一些问题 那有一些感觉好像群聚感染那种味道 那你知道了 你不可能就去那个饭店 那平常出去像台湾 它是一定要求你 只要进入公共场所 一定要戴口罩 那我常常出门 我看很多路人 都比政府规定的都还要严格 他知道现在有传染 大家在传染 都会主动戴口罩 那这个已经可以避开了很多的传染 所以台湾我认为 我还蛮有信心的 我认为第一个在 这个宣导情况下 民众遵守的程度还蛮高的 政府说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比如我们要去一些百货店啊或全年啊 类似这样 那要进去购买东西一定要戴口罩 进政府的办公地方一定要戴口罩 只要人多的地方政府都要求你戴口罩 那即便有比如说有一些已经感染到 然后他自己不知道又出来 那出来因为大家都有戴口罩 那这样也不会很快传染 这也就是我认为第一个做得好 这是最重要 所以对于病毒这我们说的 不是要要治恶炎 炎是不需要治 但要避开避开恶炎 那第一个戴口罩 第二个请洗手 这个都是常识 我认为这些如果做得好 鼻子不要乱摸 手不要去摸你的鼻子 去外面摸都摸去 又摸自己的鼻子 那这种感染力就会增加 如果懂得出去就这样防复 一般我认为情况就会稳定下来 那但是现在大家都是恐慌 比如我也听说 印度有一些人就赶快包机到国外去了 那国外当然也有房子 一定要检验 但就像他说的 这里提问的 其实要防止很难的 还是会有漏网 但大家如果有警觉心 那该避开的也避开 然后得到的也不用紧张 因为之所以会紧张 理由很简单 因为西医说病毒没有药 然后他们用的又是含良药 然后死亡率其实蛮高的 百分比比如说你百分之十以下 一到十我认为都是高 因为流感怎么会死人呢 而且年轻人死那是不可思议的 你只要一开始 体力还好 顶多就是轻重症 那头部的该暗该温敷的 该喷鼻的 你该做的 然后不要喝寒凉的 这些只要避开 你想此都很困难 这些很容易救的 怎么会很容易救的搞到最后 头部没有好 然后病毒慢慢深入到肺部 那他们是说病毒引起 在我看法不是 因为他伤到之后就体伤 慢慢严重 那慢慢的 就是热能也不够 所以他面积越来越到 到肺部的时候 很多症状就加重 所以到上肺部 他们又只有用氧气机 那这个只能缓解症状 然后如果又不懂得 用热源补充 那很可能悲剧就产生了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医疗 如果是完整的 是真的可以治病的 那我相信 这种流感 我已经 大家在流行 我们都该避开的避开了 然后该出去购买东西 我们也都做到这样 你第一个 你感染力很低 那即便感染了你也不会怕 因为你知道接下来 这只是流感 就好像我们走路 不会因为跌倒一次 我就以后不再出门了 不可能 跌倒了回来 休养一下就好了 甚至马上爬起来 就可以走路了 这个也没什么关系 而且我说过了 只要用原始点 懂得怎么用 一般恢复期 差不多一个礼拜 到最晚两个礼拜 除非你很虚 才有可能 你本来就已经是 全身都是病 那时间会稍微拉长 但也不至于 一场流感 就把你的命夺走 然后再来夸当 这个病毒有多危险 多严重 这个只能看出一个医疗的 无人而已 我一直觉得 我之所以会这样批评 就是因为在原始点 已经连到命违 很多我们都在处理了 而且老实讲 流感没有像这些慢性病的 你看慢性病到最后 有时候都到腹水 甚至 那个还有 就是面无光泽 吃不下睡不着 当然这些流感到最后 有可能会变成这样 那就是因为你全面没有处理好 才会导致 所以 我觉得流感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你只要懂 处理 那就没有问题 所以 这些当下我们怎么来急救 因为 理论已经讲很多了 那很多人遇到 你跟他讲那么多理论 他还听不 听不进去 所以 最直接的就是帮他按队 然后懂得热源 然后教他这些 最紧急的 我相信就可以救很多人 很多不幸都可以挽回 其实很多事 我个人的感觉 我算是蛮温和的 理由很简单 如果原始点没有做得出来 我就不会批评对方 我之所以会批评西医 是因为原始点绝对可以做出来 我绝对有信心 如果全球都已经知道原始点 那我告诉你 这一场灾难不会发生 即便有人死 那人数也是极少 然后以后大家遇到这种问题 大家根本不会恐慌 那该做的该避开的 只要稍微教育 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不必要 不必要的风险 还有死亡 这些动物 然后还要用到社会这么大的资源 我只能说真的是不可思议 怎么医学会搞到这样 我也不知道 但我也 我只能跟各位讲 不要太迷信现在的医学 以为他真的可以救 救你们的命 你看很多人一生病的时候 你看流感一得到了被隔离 上个礼拜我们也看一个 孕妇在医院被留置 结果他跟婴儿一起都死在医院 反而他家人隔离在家里 然后用原始点 反而没有一个出事的 所以别以为得了病 跑医院一定就安全 我的看法不是 是因为这个医学 我认为出了大问题了 这个才是问题 那我之所以会批评 我说过 如果原始点 没有提出一个建设性 也就是可行的步骤 我是不会批评 那为什么要研发医院 治疗不行 那原始点也提出 就是没有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那你从果致病用氧气 氧气瓶或是呼吸机 那个只是解一时的症状而已 那个不能从根治起 所以还是会有悲剂产生的 好那如果预防疾病要疫苗吗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你用原始点 如果你知道 之所以会有症状出现 一定是有阴跟有盐 因盐合合果才会现成啦 我们俗语有一句话就是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你做善事 一定有善报 但为什么有些人说 我做善事出去 反而被车子撞了呢 那你看到的是眼前 是时候未到 你做的善还不够多 真的够多了 因言俱主了 你一定有善报 不用怀疑 那同样恶人 偷 抢骗都来 结果怎么还逍遥法外 不用羡慕他 理由很简单 时候未到 只要他的证据被发现 然后警察知道 他因言俱主了 就会被抓到 一定要有阴 有盐 他有阴了 因为盐还没有到 那果还是不会来嘛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举 晕车也好 或风湿性关节炎也好 就是在指这样 你有体伤 是阴 然后再经过车子 放来放去 你才会吐啊 才会晕啊 那你有体伤 所以风一吹 所以他关节就通 所以你把体伤 这些解决了 热能解决了 那他即便 你即便不幸 真的防护到这样都感染 那感染你也不会有事 绝对不会有症状 因为你没有体伤 也没有热能不足嘛 就是中医讲的吧 正气足折 邪不可干嘛 那你是不会有症状 而何况要冒危险 那这还是根本解决之道 他为什么要研发疫苗 花了全球这么大的力气 你看全球这么多人都要打 哇这是一个很好工程 然后打一次就是很多人又有副作用 好像先打了让你感冒 那感冒了下一次有抗体了 你就不再感冒 但时效性又有 然后以后新的病毒来 你还是要打 那这样不是劳命伤财吗 永远没完没了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医学 我是在想不透 如果原始点 你把因解决了 恶言来也不会有事 那我们有几道防复措施 第一个 现在讯息通畅 我们一听 我们就自己知道要避开人群 如果说像台北有发生了这样 那我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以免被传染 那这样就可以避开炎 避开炎 那万一真的又不幸又被 你避不开也不怕 得到因为你平常就有 把体伤跟热能不足解决了 那怎么会有病呢 好即便有病你也不会怕 那还是继续这样 把体伤跟热能不足处理 那如果到命危了 你也不会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为什么我会呼吸困难 一定是上背部有体伤 而氧气机只是结我一时之症 不能真正把我的命救回来 如果人救回来 你看他的儿子啊 那个刚刚讲的34岁 他在医院里一定有用氧气机啊 那为什么救不回来 旅游很简单嘛 体伤没有解开 还有热源没有进去嘛 所以就救不回来 所以这个我的看法 就是这一场病还是更显现 现在医学没有各位想象那么圆满 其实他有很多不足之处 如果是医学是圆满的 各位你想 我以前也是当医师啊 我也是中医师啊 但我太太相信西医 得了乳癌 完全相信他们 结果割完三次手术 半年内割完三次 结果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即便事后补救 用中医怎么样来调养 最后都已经来挽回他的命了 所以那一场病让我看得很清楚 西医是有问题 但民众是非得自己去看到 或是自己得到 才可能会有感触那么深 那我从此之后才觉得 这个医疗一定有问题 因为我也用过中医 也用过西医 最后我才一难截难的 把我的诊所关掉 我认为这个医学有问题 我一定要找出更好的方法来 来帮助民众 就是发了这样的愿 那很明显 现在这一场病 也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要不然印度 你看难道没有医生吗 但这些西医的医疗体系 在这一刻突然间就崩垮下来了 也无人为力 然后四处求氧气瓶或呼吸机 那些是不能真正根本解决人命的 所以原始点如果他们懂得用 然后大家也把这个讯息让他们知道 那如果有人求救于基金会 我相信我们基金会都会本着救人 把这些病人当作自己家人 这样努力去抢救他们 那需要物质就提供 他们不懂方法 我们可以教他们 好那我大概就补充到这里 那所以我们还是 这些官方的这些信箱 这些大家听到以后有什么不懂 大家可以上网看或是信箱写来 那我们只要有人力够 尽量都会赶快来回复 尤其紧急的事 一定会尽快回复你们 那我们因为上一次影响身体之言 那个Lily说我写的 就是还不够顺畅 为了这一句话我改了两三天 所以我想还是把 这个影响身体之言 让大家重新温习一下 然后尤其第一二段我重新诊病 那大家把整篇再读一遍 我们请Lily来帮大家念一下 六影响身体之源 源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 可帮助身体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作用 从而达到预防疾病 延缓衰老 疗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的各种因素 成为医疗保健之源 反之会伤害身体 导致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及热能严重耗损 从而造成症状 体力下降 乃至命危的各种因素 成为伤身致病之源 可见 缘 要影响果 必通过因 但若忽略身体运作 或体质差异的因 却只谈医疗保健之源的功效 或伤身制品之源的影响 就会犯了气因 谈缘 而说缘之果 或原生果的过失 换言之 切莫在治疗上 弃因谈缘 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缺谈医疗保健之源 如药食 按推 针刺 手术等 可疗愈疾病 而说缘 治果 或在诊断上 弃因谈缘 不谈体质差异的因 缺谈伤身致病之源 如细菌 病毒 风寒 情绪等 可导致疾病 而说缘 生果 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是要在生活中 落实医疗保健之源 避开伤身致病之源 但缘的作用 并无绝对性 比如 劳动 虽消耗热能 但适度 劳动 反而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有助于将食物 吸收 转化成热能 有如 按推 及热源 虽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但过度了 反而会造成体伤 及消耗热能 所以 缘 其实在身体 承受范围内 才能达到改善体质 乃至疗愈疾病的目的 好 这就是我把 上一次第一段 跟第二段 合并 那这里我就不再说最主要是 在谈盐的时候 最主要重点是在这里 也就是我们 盐要影响果 必通过因 盐如果是我们就用续菌病毒来讲 续菌病毒 要产生疾病 他一定要通过我们的体质 也就是我们的体质 如果有体伤 及热能不足 这个果才会出现 他不会说 跳过身体 然后直接就产生果 不可能的 所以也就是从这一点来看 就可以看出西医在诊断上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太强调这个病毒了 这个盐 也就是检查出来的病毒 比如说 在诊断上 那他们说 检查出有病毒 他们就说 这个病毒有多可怕 因为变异 所以它会导致疾病 那这个疾病会死人怎么样 事实上重点 还在阴 阴如果你 只要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一先把它解决了 它就不会产生症状 那即便有症状 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也不用怕 还是要从阴下手 那这样病就好 但问题刚刚我批评了那么多 为什么会批评西医 因为西医没有疾病之因的概念 所有仪器检查出来的 通通是果 要不就是恶言 就像病毒这些恶言 那很显然 我们治病不是要治恶言 那从果治病 有时候还可以有效 你从严下手是根本无效 所以从诊断上 他们太强调 炎会导致疾病 这个造成民众的恐慌 其实就是忽略的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阴 你阴保持好了 就是一个光卡 就把恶言挡住在外 怎么会有后续的 还有特别强调 炎的重要性 比如说在治疗上 他们强调这些西药 可以治疗什么病 但是当一当病毒来 又说 哎呀这是病毒引起的症状 我们没有药 哪有没有药 症状就是从严下手 所有病都是体伤热能不足 那你从这里下手 他的症状就好了 怎么会没有药呢 你就是因为要杀病毒 你没有这个杀病毒的药 所以就以为你 没有办法解决症状 那这时候你又把炎当作阴再看 事实上 这个是不对的 等于阴炎果 西医是完全搞错 所以两个来看 从诊断上 他也是弃阴痰炎 那从治疗上 他也是弃阴痰炎 从治疗上弃阴痰炎 就会说 他们西药 应该要有什么药可以治什么 什么病 那如果从诊断上 又说这个炎 有多可怕 会产生疾病 什么恶果来 什么严重的疾病 这个都是犯了 气因 也就是没有疾病之因的概念 所以你看一个医学 西医发展到现在 竟然找不出疾病之因 那原始点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事 这是疾病之一 那有了这个理论 你只要体伤 你只要把开关 大开关找出来 很多一案 马上立刻就缓解症状了 这西医是完全做不到 完全做不到 即便他们说好了 你手腕痛 我们知道手腕痛 它的开关在手肘 你只要用一两分钟内 就可以把它缓解 你吸引有没有这么快 你即便吃药 再经由身体吸收 到发挥疗效 你起码要几十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都有可能 那原始点是一两分钟内 就可以缓解 那这个不是疾病之因 是什么呢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西医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疾病之因 而看得到 反检查出来看得到 几乎都是果 要不就是盐 所以从第一段 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 所以我们说 切莫在诊断上弃因弹盐 切莫在治疗上弃因弹盐 而说延伸果或延制果 就是在指西医没有盐的概念 才会导致后面的这种说法 逻辑上犯了很大的问题 好 那我们再把后面的演练完 再来看医疗保健之源 一 医疗保健之源 医疗保健之源 可在西分为医疗之源 如正确按推原始痛点 或换出痛点 即保健之源 如善用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 此处善缘 必须在生活中一一落实 如此 曾能改善体伤 节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软微为安 二 伤身致病之源 伤身致病之源 如错误观念 缺乏运动 压力 生气 熬夜 劳累 外感风寒 中暑 要是过冷或不节便治 不当检查及手术 外伤 烫伤 环境污染 化学毒液 毒气如化学废气 煤气 爪气 天然气等 毒物如毒蛇 毒支柱 虎头蜂 蜈蚣 毒蝎 毒蚊 毒蚊等各类毒虫 即有毒植物 即各类细菌 病毒等等 上述各种伤身致病之源 或可直接造成体伤 或会使热能更加不足 影响体伤 进而产生症状 顾需尽量避免 若已造成伤害 则需处理疾病之因 而非治病之源 亦即恶缘 只需避开 而不需加以治疗 其中较危机者 如烫伤 食物中毒 化学毒液 毒气 毒物 及特殊细菌 病毒等所伤 会使热能大量消耗 导致体力下降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处理此类急性症状 并非以含良性药来止烫 解毒 杀细菌病毒 以及以药 治恶源 于病无益 当务之急 必须善用外面热源 并配合按推 免施痛点 乃至换处痛点 以加强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如此 才能使重病患者 软危为安 但西医 是以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比如流感 其处理方式 是以对付病毒为主 然而病毒 既非疾病之因 提伤 及热能不足 也非疾病本身症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体力虚弱 肌壮的组织受损 如此诊疗 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也未必能疗愈疾病 甚至还超出医疗范畴 而使病人变多 此机检查有病毒 未必有症状 处理病毒 症状也未必能解除 且病毒属源 非医疗范畴 相较之下 原始点医学 通过其诊疗方法 既不必细究体内有无病毒 也不必研发疫苗 就可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达到治乙病 或治未病的目的 综上所述 不论是解决 或预防流感 都不可将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其余伤身致病之一 亦应作如是棍 因为也是这一次新冠病毒 所以我们举的例子就是谈病毒 那这里也把原始点的一些看法 都点出来 重点在遇到恶元 原始点一直强调 这些恶元不是要治疗的对象 它要避开而已 没有人在治疗恶元 我上个礼拜也讲 你晕车你不可能去治疗车子吧 你风湿性关节炎 你不是去 怎么来避风 不是这样 而是直接要从体伤下手 疾病之音下手 这样才能解决症状 你挡住风也没有用 它痛起来你还是痛 所以一定要从疾病之音而避开这个炎 那同样你检查出来续近病毒 你知道了你还是要从阴下手 这样疾病才会好 而不是去研究要杀病毒的方法 或是要仿制预防病毒的方法 病毒不需要预防 但症状可以预防 疾病可以预防 怎么预防 就是把疾病之音解决 那病毒是你怎么预防 难道你知道下一次的病毒会是什么吗 那如果又不是了 跟这一次又变形了 你又要打疫苗了吗 这样不叫预防 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另外西医 这种以病毒作为诊疗对象 我们这里也点出来 我们来看下面几个重点 这样的诊疗方法 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这里就是在点出它所有的问题 西医仪器检查结果 我们这里举流感 它就是对付病毒 为什么 它预防病毒的方法 就是发展疫苗 那对付病毒所产生的症状 它说没有药 因为它为什么没有药 姐姐症状怎么会没有药 但是它还是以为要把病毒弄死 那症状才会好 那这个又以病毒为主 那结果呢 病毒怎么会是疾病之因呢 第一个 疾病之因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嘛 所以它根本也不是 然后它是不是疾病本身 你治疗疾病就是只有两个 第一个它是疾病之因 那你治疗它没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像西医的虫果治病 你比如说乳癌爆开 然后它要去手术虫果下手 这大家也没话讲 就是已经肿瘤是疾病本身 但炎也不是疾病本身啊 所以既然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就代表这个跟疾病完全无关 那既然无关的东西 你却拿来要治疗 那不是根本性的方向都搞错了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 西医在整个逻辑上是犯了很重要的一个严重问题啊 所以才会导致这个全球大乱 主因也是在这里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这样的诊疗会造成怎么样 这里都是实际 它第一个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为什么不能反映呢 你检查出 有病毒但未必有症状 那就代表不能反映身体了 你如果说病毒是导致疾病之因 那你现在有阴了 应该要有果啊 但为什么没有呢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检查出有病毒未必有症状 还有你处理病毒也未必能疗疑疾病 疾病病毒都死了 那你的症状体相热能不足 你没有改善 它症状还是 还是依然在 所以处理病毒也未必能解决症状 这个也是 然后再来最后一项就 写病毒属炎 医疗是要治病的 它的范畴就是治病 哪有在治炎的 那以前感冒 我们也不知道有病毒啊 但中医为什么能治疗 比如中医香寒润就有 桂枝汤嘛 麻黄汤之类的 就是在治流感啊 就是在治疗这些疾病啊 那也不是从病毒下手 反而不知道病毒 反而这样从体质改善 反而可以把疾病治好 那西医刚好 从病毒就束手无策了 所以这样的诊疗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上个礼拜我也提出了 好相形之下原始点通过诊疗方法 那当然要不要我们来看下面 对这里 既不必细旧体内有无病毒 也就是根本不需要仪器检查 因为体内我们原始点也看不出来 中医也看不出来 中医万文文街也没有办法知道 他也没有什么病毒 然后既然不以病毒为主 那预防疾病就是改善体伤跟热能不足嘛 预先从这两方面下手来改善体质嘛 达到自卫病 那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不以病毒 那根本也没有研发疫苗的问题了 而且研发疫苗耗费了国家的力量 很多国家是请国家之力再研发 他研发出来问题又一大堆 所以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方向 才会搞得天下大乱 我认为现在如果以原始点 既不必研发疫苗 然后你怕感染到很简单嘛 头部体伤按一按 上背部按一按 那你每次都这样做 即便有各种病毒来 你也都不怕 因为你没有因 那有恶严你也不会产生疾病 你根本不会害怕 这才是根本 所以原始点通过他的诊疗方法 根本不需要研发疫苗 也不需要仪器检查 然后就可以从一下手来达到 有病治病 无病还可以治未病 他可以达到这样 这个是西医很难忘记向背 所以 最后我的结论就是综上所述 我们来看 你不论是要解决 或是预防流感 解决这些疾病 你都不应该以仪器检查 出来的病毒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所以您看我们 竟然在这一场疾病死了那么多人 但我们最常用的字 字据就是怎么样 新冠病毒 就是谈毒 毒跟疾病是 它只是一个盐啊 重点是你怎么解决疾病 怎么大家都在谈盐 就是被吸引误导到这一个盐 那从严下手是没有答案的 没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这个已经走入死胡同 我只有预感 这些疫苗以后还有的争吵 那以后 今年过了 明年也许又有新的病毒来 那我们是不是又要重新再来一次 所以我是蛮有感的 所以我就特别请大家 再听听我们的总论 上次总论其实也有提到这一类 也就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就是要落实医疗保健之言 避开伤症治病之言 这一段我认为还蛮重要 大家再来读 如果大家冷静 看到现在医学的束手无策 跟无人 那你再来看这一篇 我们的宗旨 我们能做到怎么样 我们来请丽丽来把这一段 只有读这一段就好 原始点医学宗旨 有健康的身体 生命才能有品质的延续下去 由于任何的医疗 或非医疗手段 都不能单独治病 只能作为助缘 借由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 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重获健康 可见 健康主要来自于人体的体力 体力又来自于自然 简单的生活方式 而非人为复杂的医疗方法 既然如此 与其教导民众 健康 要靠疫苗 吸药 乃至手术 不如教导民众 如何过健康的生活 所以 在生活中 落实医疗保健支援 避开伤身致病支援 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此级日常起居 不仅要通过按推 与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疗好心态 还要少食甜 酸 酒 冰品 生冷海鲜 及蔬果 体弱者 需避免接种疫苗 尤其生病时 不能一味依赖 手术 打针 吃药 否则越阻代包 轻易毁伤 必将得不偿失 如此 趋疾必凶 才能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从而达到 有病 可素育疾病 无病 可强生 增兽 毫无疑议 这种 从上自然 尊重生命 守护身体的 生活化医学 既合乎 古典中医 西医智慧的精髓 也是医疗 与保健 避走之路 好 如果 大家 认真 也听完了这一段 我们 应该会有感触吧 因为 健康 当然是 大家要得到的 有了健康 的身体 我们生命 才有品质 的延续下去 如果你身体都不健康 你生命即便 每一天都过 都是很痛苦的 那怎么会谈得上 有品质呢 那健康是一个很重要概念 那你要如何得到健康 这里就要 从因缘果谈起 所以我们下一段就 开始谈这个 所以健康不是来自于什么医疗手段 所以任何的医疗或非医疗手段都不能单独治病 我们前面也有讲 没有一方也没有医药可以单独治病 这也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 前面我们也讲过了 西医一直强调他们能治病 那其他的都不能谈医疗 你谈医疗就夸大 他们就要取定 事实上真正能治病的 不只医疗手段 还有保健手段 我们之前就讲过 中医就是一针二钩三用药 钩跟药就是保健的手段 针刺穴位才是医疗的手段 所以西医太强调 只有医疗能治病 事实上医疗也不能治病 不只保健不能治病 医疗也不能 而这些手段只能怎么样 作为一个助言 真正要发挥作用 还要靠我们身体热能作用 还要组织器官运作 把这些助言能够吸收进来 然后能够因为这些助言 让我们运作更顺畅 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跟治疑 这样才能够获得健康 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不能太强调 我们前面刚刚也在讲 你太强调炎而忽略了身体的热能作用 跟组织器官运作 这就有一点我们之前比喻的 好像汽油 不经汽车的这些设备 它就可以产生冷气 就可以产生导航系统 就可以产生音响功能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汽油对车子是这样 那你要对身体也是这样 你要解决疾病 一定要透过身体的组织器官 运作跟热能作用 这样才能发挥这些疗效 所以 重点就是在因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健康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体力啊 那体力来自于哪里 不是来自于药 你看你体力强 有没有一种需要 说吃了让你体力变强 好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一样 马上就有 来很强的体力 可以做很多事的 不可能嘛 那体力来自于哪里 就是锻炼嘛 锻炼体力 来自于生活的锻炼 然后来自于一些生活的习惯 比如不能熬夜啊 劳累啊 太过劳累啊 吃太多的冰凉这一类嘛 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简单生活 反而不是来自于 复杂的医疗方法 所以西医现在把它搞得很复杂 那你从这一段就看得清楚 这个不是得到健康 打了疫苗你体力会变好吗 打了疫苗体质会变好吗 都不可能 而且那是寒凉啊 越打反而身体越虚啊 这才是真相 所以很多打了 为什么会有副作用 因为它消耗热能啊 然后热能消耗了就导致体伤严重 才引起症状啊 好 所以我们这一句就在点出 大家要破除迷思啊 健康是来自于生活啊 不是来自于什么医院的 复杂医疗方法 不是这样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既然答案已经再清晰不过了 那所以医学应该是要教导民众健康的观念 这才是重点 如何在生活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是要教导观念 而不是每每叫患者 哎呀你怎么样就要跑医院 就要打疫苗 就要吃药 甚至如果严重一点还要手术 这个已经不对了 所以我常常讲原始点是自救自发 不要太相信现有的医疗 现有的医疗太多的不足 尤其这一次完全破路出来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就提出了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它的宗旨是怎么样 就是在生活中落实医疗保健之业 避开伤身致病之业 当然病毒就是其中的伤身致病之业 而且是在生活中懂得怎么样 所以我们第一个不是脱离生活 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在生活中 懂得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来让自己得到健康 而不是去医院求健康 那个是求不到 去都是含量怎么可能更健康 然后西医打的疫苗又含量 一打本来没有病的打了回来 有些人甚至又疲倦啊 又肌肉痛关节痛 甚至还有一些问题 不必要 好我们继续看 那什么是原始点医学 怎么来落实医疗保健之业 跟避开伤身致病之业 这里就很具体的写出来了 就是我们日常起居呢 你一定要通过按推热源 这个随时要用啊 因为按推你没有病 你就可以先靠按推 把头部或脊椎 这里比较重要的先找出来 如果有体伤你先把它解决了 那即便有病毒来 你也不会感染 然后因为体质也好 因为有热源的补充 体质也不错 能够维持整个身体组织器官运作 正常运作 让它很顺畅 那这样因已经改善了 那即便有二元来 它也不会影响你 那因不止按推跟热源 还有后面 就是适当运动 要懂得要运动 然后不要熬夜 要充分休息 还要有良好心态 不要老是悲观 然后看一件事情都往坏处 然后尤其像病毒 大家一听到 就闻病毒而色变 然后何况感染 很多人就吓死了 因为看到有一些人死掉 他以为快轮到自己了 这些都是因为医疗的不足 那现在懂原始点 你应该更正面来看待 原来是有方法可以繁范 然后即便得了也有方法处理 好 这在日常生活积极的一面 那消极的一面 你要避开什么 因为我们说甜酸属寒 医疗与保健都有讲过 这些都很寒 而且酒跟冰品也是属寒的 当然很寒的要避开 然后什么东西都要煮熟 不要说生机饮食 然后吃一些生冷的海鲜 不煮过的 或是不煮过的蔬菜 以为这样营养成分就会高 万万不可 一定都要煮过 煮过让这些含粮的药性改变 才能够温补我们的身体 要不然这些含粮一直吃 你的体质 热能严重消耗之后 也会慢慢引起体伤 然后这里特别提醒的 就是体弱者 虚也就必须 不是应该也不是可以 是必须避开 接种疫苗 绝对不要碰 因为它是含粮嘛 所以原始点认为 这个是方向的问题 西医认为 你病了一次就会产生抗体 就好像你感染病毒 你就会产生抗体 那在遇到病毒的人 你也不会再感染 这种我是不大能赞成 研就是要避开 不是你故意自己去感冒一次 那以后就可以免疫了 这个方法也有一点怪怪的 就好像早期英国他们也是希望说 大家都得过了 那以后就有群聚的免疫抵抗力了 就不用再怕了 不是这样的概念 原始点是要避开呀 不是故意再去得到之后 有了免疫 大家好像打了疫苗了 就不用担心 不是应该这样的 是先避开 人避着避 因为这些会消耗我们热能 会加重我们体伤的 我们都要避 这才是我们的概念 然后也不需要恐惧到 要避 就是要封城 或是要影响大家的生活 然后连出国都受影响 不是你该出国的还是一样出国 戴口罩戴口罩 就是这样 然后该洗手洗手 那万一得到就是 就很快可以治疗了 那哪里得到 那个社区 或是那个地方 尽量都要戴口罩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虽然没有检查 但也不知道哪个得到 只要一有消息 我们大家都就这样来防范 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一节 即便有了也不怕 即便有了也就 尤其生病时 这一句也是在提醒大家 不要以为依赖手术打针吃药 这样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反而有可能 他不但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还加重你的疾病 因为这些都是含良药 所以这里就提出来 不要一味依赖手术打针吃药 真正能让你疾病好的 是你身体的本身 人体本来就有致意力修复力 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致意力修复力提升呢 前面就讲了 就是要用这些医疗保健之言 也就是按推 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来增强 那这样你的免疫力 治医力就提升了 就可以达到自我疗医疾病的目的了 如果你不这么做 一味依赖这些含良的药 那这样越俗代表 很容易就是把你的热能消耗掉 甚至手术还会破坏你的身体 那这样轻易回伤到最后 必将得不偿失啊 甚至有些人想活命都活不了 就会产生这样 好 那下一页就提出我们 就看了 这样我们才能趋极避凶 我们知道这些恶一定要断掉 断乐 然后好的我们一定要去做 这样才能趋极避凶 那这样我们的组织器官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还有热能不足也可以立刻改善 那这样 人体的体力就可以增加 那体力代表的就是免疫力跟治医力 你有没有 你知不知道你的治医力有没有提升 就看你的体力 体力提升了 这些就是提升了 这样就可以达到怎么样 如果你有病 那即便得到 你也可以很快就把疾病疗医 那如果没有病 因为你平常就这样在做 也可以强生征受 所以对的方法是 每一天都要做 不是说哎呀 今天我病了要跑医院 那明天我没有生病 我病已经好了 就不用管我的身体了 不是这样 他是在日常生活中 你就是要这样做 那病了也是这样把自己调理好 那没有病你也是这样的预防 那你身体就可以健康了 有病可以达到治医疾病 那如果没有病还可以预防疾病 强生征受 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里就谈的 所以原始点他是崇尚自然 也就是他是反谱归真 化繁为简 他不是越搞越复杂 因为他是生活化的东西 也没有特别的方法 他既非侵入性 也非用药物 他是完全是生活化的医学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 由博反耶 反谱归真 崇尚自然的 然后他也尊重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他是尊重生命的 不会用一些含良药来伤害我们 也不会用手术来破坏身体 所以他是尊重生命 然后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 所以生活及医学 哪有生活之外还有一个医学 所以我们的医学 我认为已经这个不合时代 在时代的进步中 真正能救我们的 就是我们自己 那在哪里救 不是去医院救 而是在生活中 自己救 自己知道怎么解救自我 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 所以我们说 既合乎古典 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 那前面我们也有提西医 他们还是 有提到 早期的西医还是有提到 那个要靠人体的治愈力 那中医是正系主则 邪不可干 要顾本培养 这些概念 那这个才是中西医的智慧 也是中西医的精髓 那从治疗来看 也是医疗与保健手段 必走之路 而不应该用一些侵入性 或是破坏性 来治疗 那这些医疗跟保健 都是要合乎生活化 那原始点 在这一点 我认为 也是把医学能够简化 让医学能够从医院 走出医院 然后进入家庭 然后来落实生活中 遇到疾病 不是往外求 不是往医院跑 反而应该在生活中 找到我们需要什么 譬如说 我们需要热源 那赶快用姜 温敷 然后该按推 就找 你自己按不到 就叫别人 或是靠桌角 自己背部也可以按一按 这些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来解决你的疾病 这才是大智慧 而不是把它搞复杂 好 我们今天本来要谈热人的 这一段讲完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再来对照现在的新冠病毒 我认为这样的方法 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 一个好方法 自我认为这样的要求 我们是有关心的 我认为了